大家好 那么这些课呢 我们接着讲字幕串 首先我们打开上节课 我们讲到的字幕串的一些声明 几个方法 那我们接着上节课继续往下讲 上节课我们讲到 生成一个字幕串的几种方法 对应的 减方法和对应的 加方法 也就是所谓的对象方法和类方法 我们这样 这样声明的字幕串呢 它是不可改变的 什么叫不可改变的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生成的 STR1、STR2或者是STR3 它生成的时候是Hotl World 它就永远是Hotl World 它是无法改变的 好 那么除了这几种 得到字幕串的方法呢 我们还要学习 这些字幕串的 它们的一些 类似比较啊 长短啊 等等 一些属性 这也其实就是 为什么说Oc的字幕串 要比C语言的字幕串 更方便 或者说 Oc的字幕串 比C语言的字幕串 更高级 高级在哪里呢 首先 Oc的所有的字幕串 它都是N而死菌这样类的一个对象 那既然它是一个对象 那它肯定有很多的方法 在Oc中我们称之为消息 对不对 那么好 我们先把 这些字幕串都屏蔽掉 这样子 我们先生命两个字幕串 Stri1等于 比如说第一个字幕串 1234567890 那么我们再生命一个字幕串 Stri2 它们也等于1234567890 好 这里我们 有两个字幕串 我们肯定要想到第一个方法 就是 怎么去判断 这两个字幕串是相同的 对不对 好 在Oc中有这样一个方法 Stri1 is equal is equal to string Is equal to string Stri2 这是一个消息 它的反围值呢 是一个布尔值 我帮你打印一下 布尔值其实就是 0或1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百万D来打印 好 我们运行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 打印说是1 也就是说 它们两个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再创一个字幕串 叫做 IOSGEN Stri3 它等于 1234567890 或者说1234 那么我们这里调用这个方法 Stri1也是一股头使用 Stri3 那我们再看一下 Rate值 我们可以看到 打印出0 Stri1和Stri3是不相同的 这是比较两个字符串 相同 那么除了比较相同之外 我们有时候会比较字符串的大强 那么在C语言中 我们比较字符串的大小是怎么比较 是逐个去比较 对不对 我们会在C语言中 我们一般是写一个方法 用指针逐个往后移 逐个去比较 比较当有某一个字符串 比下个字符串大的时候 那我们就说Stri1会比Stri2大 对不对 对 我们在C语言中 这样去比较的 那么在OC中呢 我们比较字符串呢 有它专有的方法 Stri1 Compare CompareSGuinStri2 它的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它有个专门的 NSComparation 那是Compare 我选出来 这个怎么做到 那是CompareSGuinStri2 有这样一个对象 Result 在OC中 字符串的比较大小 用Compare这个方法 它的结果 是NSComparation 这样的一个对象 其实它这个名字起得很好 是吧 见名字E NSComparation Result 比较结果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NSComparation Result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按住 我们按住 电脑的Compare键 鼠标指到这个对象 这个类上面 然后点击左键 我们就可以跳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NSComparation 它是定义的一个美举 它对应的只有三个 一个是NS Otherated Ascending 它对应值其实是负义 还有Other deciding Other deciding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呀 声序 相同逆序 对不对 那我们对应的这里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 if result 等于S Order assigning 是声序 如果是声序的话 那么说明什么呀 Slog StR 1 它小于 StR 我们这里打印 对不对 as if result as Order design 那么它这样去的话呢 同样的 Slog StR 1 大于 StR 最后一种情况 Other 0 整色 那么 说明这两个这么算一下的 那么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StR1等于StR2 确实StR1等于StR 那我们这里用StR3 或者StR3 看什么样的结果呢 StR1大于StR3 对不对 13567 大于它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里有一串警告 这说什么呢 它说 这是一个指针对象 这样就OK了 那么我们这里呢 其实它只是一个结构体 对不对 对不对 它只是一个结构体 在C元度一个结构体 我们直接这样生命一个变化就好了 不需要加指针 对不对 如果是一个类的话 我们是要加指针对不对 好 这样就没问题了 我们的所有的 那个警告就消除了 好 这是我们支针串 比较大小的一种方法 那么支针串除了比较相同 和比较大小之外呢 支针串还有其他更多的方法 比如说 我想要一个支针串 它等于三四五六七 或者说 我想要一个支针串 等于一二三四五 那么我怎么从 这个STR一中 拿到这个一二三四五呢 同样的 我们有这样一种方法 比如说STR四 它等于什么呢 STR一 注意有这样一个方法叫 substrate to index 到底呢 我们写个六 这表示什么呢 substrate to index substrate 切割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STR四 这个字不算呢 它指向 用STR一去切割 切割到 第六位 所得到的一个得数 但是大家注意了 这里的第六位 是一个开去箱 它并不包含第六位 也就是说 它是处于零到五位 通过 字不串 切割 得到新的 字不串 原字不串 原字不串 这里原字不串 是什么 STR一 不变 好 那么其实 现在的STR四是什么呀 零到 第六位 不包含第六位 我们数一下 从这里开始 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零到第六位 那么它不包含 第六位 那是什么呢 一 二 三 四 五 对不对 行 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输出一下 STR四 好 我们运行一下 得出结果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得出结果是 一二三四五六 指针指到这里的时候 第零位 那第零位 其实表示就是一了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第六位 第六位 其实到这里应该把七结出来 对不对 其实一二三四五六七了 因为你第零位的时候 就有一个一 对不对 所以你到第六位的时候 其实就是到七 但是不包含第六位 就不包含七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截取STIE从零开始到六个数 一二三四五六 是不是六个数 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不用通过纸 真的放着去理解 好 除了这种方法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当然有to的话 肯定有from 对不对 STIE substreet 有to 肯定有from 对不对 from其呢 同样是from6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干扰和这个相反 这个是从第零位开始 截取前面六位 那这个从第六位开始 往后截 截射于后面的 从第六位 开始 截取 得到 新的 字符传 原字符传不变 好 那我们同样输出一下 7890 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六位已经被拿掉了 剩下后面四位 对不对 好 除了这种方法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指定范围去截取 如何去指定范围截取呢 nsg 我们这里 要通过一个 结构体 叫做range 那么什么是range呢 substreet with range 什么是range呢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range其实是一个结构体 它有一个location 一个range location是什么呀 位置 对不对 有一个从哪里开始截 截多长 其实就是这意思 比如说我们这里 产生一个range nsmakerange 我们从第六位开始截 截两位 那么它得到的结果将是什么呢 将728 对不对 那我们尝试一下 打印出 str6看一下 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str6是728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指定范围去 位置和长度 记住这两个 一个是location 一个是range 从第六位开始截取两位 我们也可以从第0位开始截取6位 那么这个得到的结果其实和str4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123456 12356 对不对 指定范围 这些都是对我们一些不可变自不串的一些操作 对不对 那么这里我们涉及到了一个nsmakerange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可以判断一下 一个字不串 是不是在指定的字不串当中出现过呢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str1 和str3 对不对 很典型的str3 它是在str1中出现过 对不对 那它出现在什么位置呢 这个位置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出来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方法 比如说nsbrunch 这样一个对象 brunch 它等于什么呢 str1中 brunch 它反而是个brunch 比如说 brunch brunch of使劲 哪个使劲呢 str3 也就是说 后面这个字不串 在前面这个字不串当中 所出现的位置 是哪个位置呢 它反了一个range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直接打印一下range 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这里直接这样打range ease 可以打印两种方法 比如说直接打印这个range 出来看它输出什么结果 也可以这样打印 分两种情况去打印 比如说 location lens is Zd 然后 length zd cd表示什么呀 as integer range点location range点length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分别输出一下看 好 它这样输出的话 得到结果range is none 得到一个空值 这样打印的话 它是打印一个结构体 那么这个结构体 这样打印是一个对象 对不对 那它其实不是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得不到值 这种方法打印的话 我们还是不采取这种方法打印 先屏蔽掉 那么这种方法打印出来的结果是 location第0位开始长度为4 那我们是不是呢 我们可以看中 从第0位开始 1234对不对 确实 这就是它在这个字幕上中的一个range 一个范围 这样我们得到一个range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多数用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去掉 这种方法再打一个对象才用到 结构体我们不建议这样打印 我们一般把结构体这样拆拼开来打印 好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弄到什么情况呢 有时候我们要判断 一个字幕串 在另外一个字幕串中出现过 是否出现过 或者出现过几次 对不对 或者只要这个字幕串 在这个字幕当中出现过 那么怎么去判断呢 比如说我们要判断 st2它是否在st1中是否出现过 那我们可以这么判断是不是 if range 或者这样说 if range 大于0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 这个字幕串 在这个字幕上确实有 它location也有 对不对 你长度确实存在这个东西 那说明 slog str1中 含有 制服船 str3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那么如果我们把str3改掉呢 我们改成认证的一个字幕串 比如说 改成什么呢 改成1 那我们再试一下 那这个就不打印了 认识是0 对不对 st2一中不含有这个字幕串 是不是 我们可以这样去判断 好 这就是我们不可变 这就是我们不可变字幕串 所需要掌握的一些基本知识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个方法就是 比较 两个不可变字幕串 是否相同 所对应的方法是 is equal to 反而一个不有变量 另外一种方法是 比较两个字幕串的大小 对应的方法是 compare str1 得到的结果是一个结构体 是一个枚矩 这个枚矩值对应的 三个字变量 分别是 生序 既然是生序 也就是说 str1对应str3来说 str1到str3过度 其实是一个生序过度 那说明str1肯定比str3更小 对不对 生序 这里应该是str3 对不对 另外一个 降虚 如果是降虚的话 那就是str1比str3更大 相等 那就是相等 这是比较两个字幕串 大小的一个方法 另外呢 我们还学了就是 截取字幕串 这个是从第0位开始截 截到第几个 原字幕串不变 这个是从第几个开始往后截 截到末尾 同样的原字幕串不变 那么这个呢 是指定范围截取 我们对应了一个结构体 叫做srange 我们需要创建这样一个srange 这样一个结构体 好 最后我们学来一个 获取一个字幕串 在另一个字幕串中 出现的位置的方法 range option 好 感谢大家 这一刻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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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